一、二、三 一、二、三 龍山國中跆拳道隊充滿力與美的精彩演出 博得現場熱烈掌聲 也為比賽揭開序幕 2023台北市主委盃全國跆拳道錦標賽盛大舉辦 今年比賽雖然遇上台北市多所學校校慶典禮 但報名人數與去年相較不減反增 現場除了有令人振奮的競技對打項目外 還有講求精氣神合一的品勢項目相當具有看頭 我們今年總共參加隊伍有八十幾個單位 那總人數有到達一千三百多位 那這次的主要的特色 特點就是因為我們在 我們台北市談刀委員會 在台北市的生根就在基層的方面做一個生根 我們這兩年的半比賽 我們都針對大眾的比賽 讓小朋友都來參與台湾道的競技 然後透過這個競技的運動 才認識更多的朋友 才增進他們的學習 那這次的比賽 我們還特別準備了很多的小禮品 有跆拳道的包包 有跆拳道的吊飾 也來鼓勵孩子積極來參與比賽 在這個疫情結束之後 大家都一起出來運動 因為我們台湾道項目除了對練之外 我們現在還有品質的部分 那品質的部分 現在也有進入到亞運的項目 那其實品質對跆拳道的選手來講 也是一個很好的自我的鍛鍊 那其實我們今年的 特別也有邀請龍山國中 那是我們台北市國中端這邊 非常優秀的學校 那也特別請他們來參與比賽 也來做表演 那他們表演當中也去展示 也讓這些年輕的小朋友去看 那直到說 喔 品質的疫苗的水準 這個階段 好的選手的表現 那怎麼打 那也來增進他們的一些 對比賽的經驗啊 跟對選手的認識 我們這次比賽的小朋友 他們獲獎了以後啊 其實我們在這個是比較基層的比賽 其實我們還針對台北市的選拔 那我們委員會都特別還有頒發獎勵金 或是一個補助 或是一個獎金的部分給他們 那對他們的一些支持上面 我們也會特別有一些 特別優秀的選手 我們會特別有一些專案的部分 來對他們有些幫助 那其實我們不光是選手的部分 我們還針對教練的研習 以及教練的獎勵制度 我們也會訂定一些方法 來實際鼓勵教練跟培養教練 比賽第一天為品質賽 選手們都努力完成 跆拳道基本動作的防禦和攻擊技巧 展現他們平日的訓練成果 而學習跆拳道不僅可以保護自己 更可以鍛鍊出孩子們穩重自信的性格 增加他們的自信心及獨立性 那天有沒有信心 對 你還想拿第幾名 第一名 其實他學跆拳道不是我要求他的 是他自己要來學 那他跟我講了快半年了 我才有去網路上找跆拳道 然後有找到離我們家很近的彈花跆拳道 對 那帶他去第一次試學的時候 他會覺得很喜歡 所以才讓他繼續學跆拳道這樣子 其實他改變很大 就是他 其實他是一個滿內向 然後比較害羞的孩子 那他學了之後 特別是他有參加過第一次比賽 拿金牌之後 他的自信心就回來了 就幼稚園的老師也特別跟我講說 他變化很大 然後就變得會主動找人講話 然後找人玩這樣子 那學彈拳道辛苦不辛苦啊 你有沒有就是 不辛苦 你覺得好玩嗎 好玩 他之前在香港學的時候 其實是他的那個教練是韓國人 然後那個時候他開始喜歡 是因為語言 他覺得很好玩 他覺得很好玩 然後覺得 怎麼會有喊口令 然後做動作 從這樣開始 他就 後來就變成是 因為他是幼兒班嘛 所以他們比較注重體能 會啊 會擔心他受傷 就是媽媽的心態一定會擔心 所以他每一堂課我都會去 都會看著他 然後 但是他很勇敢 參加過 2022亞洲錦標賽 然後男子團體第三名 那這一次表演 那有什麼感覺 這次參加這個開幕表演 很開心可以幫這個比賽開幕 然後希望這個比賽可以順順利利 這樣子的一個活動 看到現場這麼多人 我感覺很興奮 然後很期待 想要把這幾天下來 拍表演最好的成果展現給大家 主辦單位希望透過舉辦競賽 提升運動風氣 也讓選手透過參與比賽 培養自信紀律及健康生活方式 並推廣傳承跆拳道 讓台灣跆拳道能夠在國際體壇上 繼續發光發熱 記者聯席會台北報導 好 好